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犯法 在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新法令这个不够好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头了 我们有句话叫枪打出头鸟 这个出头鸟是谁呢 出头鸟是太子 是下一任的王位继承人 这是太子啊 太子犯法 怎么办 你看 商鞅这个时候就讲了一句话 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 太子君寺也 不可施行 行其父公子前 情其失公孙故 商鞅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现在有人犯法了 你不是推行这个法吗 这个法并不是大家所有人都喜欢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也想犯一犯试一试 我也不想听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万一我不听结果会怎么样 就在这个时候 对吧 来了一个人犯了法 这个人是太子 那我们以前有句话叫杀鸡警猴啊 你现在已经不是杀鸡警猴的问题了 你是猴自己出来了 对不对 一群鸡在那等着看 你会杀这猴吗 你敢吗 太子犯法 商鞅就讲了 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 他说 为什么法令无法得到正确的推行呢 因为上边的人就开始犯法 底下的人当然不会把它当回事 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说的是什么 说的就是 制定法令的或者是上层的人 一定要自己首先守法 你自己不守法 底下的人都看着你 他就不会信 他就不会听 你再怎么命令他也不会跟从 不会听从 对不对 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句话 老话叫上梁不正 下梁歪 上边的那个梁如果就是歪的 底下就没法弄了 所以当太子已经开始犯法了 完事还没有人处理 那底下的百姓谁还听啊 对不对 就像你今天讲说不能偷东西 结果你发现你的领导们都在偷东西 那这个事在底下的人说 那我才不管 对吧 他还那么干的 所以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 太子君寺也不可实行 他说但是太子的身份特殊 太子是什么身份 太子是君主的寺 就是下一代的君主 不能直接在他这儿实行 因为秦代的刑法是非常严苛的 而且这个刑法呢 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这个打击和毁灭 他是在你的脸上动刑 公孙古他们受到的刑啊 都是脸上的刑 一个是意 就是把这鼻子给割掉 一个是情在脸上涂抹刺字 是带着一辈子的 这个东西的刑法是带一辈子的 你知道最可怕的刑法 不是说让你有多疼 让你有多难受 这都不是真正的最可怕的刑法 最可怕的刑法是让你没有脸见人 所以他们这个秦代的刑法 按照太子 当时发现这个事该上行了 但是呢 因为太子接下来 要成为秦国的下一代的君主 成为秦国下一代的君主 不能没有脸 对不对 不能这个脸面 那你代表又是整个国家的脸面 怎么办呢 我不给你上行 但是我要上谁呢 其实就是负责辅佐教育太子的人 你们怎么教的 公子前 公孙古 我要给你们上行 而且这两个人 你要注意他们的身份 这里的公子和公孙 可不是他们的姓 而是他们的身份 那个时候国君叫公 如果国君的这些儿子 这一代都可以叫公子什么 如果他的国君的孙子这一代 都可以叫公孙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 公子前和公孙古 他们全部都是秦国的王族 秦国的公族的这个王室子弟 同时又是太子的老师 太子的师父 对吧 负责带着太子教育他 结果全部 施行 割鼻子的割鼻子 脸上刺字图面 这里面公子前 公孙古 基本上就再也没怎么出来了 就因为这一辈子就没有脸再去见人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令下了之后 明日明日就是第二天 秦人皆屈令 秦国所有的人 屈令 屈 就是奔向 就好像是你这有一个法令 大家都抢着去执行了 没有任何人敢怠慢 因为发现你 钉是钉 某是某 对不对 就说话 一个托抹一个钉 非常的有诚信 说话就算数 谁要是敢在被法令 太子都不行 谁教育太子呢 把他给收拾了 要不是看在太子是这个君主的面上 对吧 太子也得受罚 那你想想你是太子了 所以这就是商鞅 喜慕立心 喜慕立心是一个小的事情 在这里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是一个大的事情 就这么一小一大 就立住了商鞅在变法过程当中的威信 小的事情是让别人看到 从细节当中看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大的事情 是看到你在大事上 你在关键时刻 毫不动摇 毫不放松 这就是商鞅 为什么能够在秦国推行他的变法 核心就是一个字 叫信 好 那我们来看商鞅变法之后 得到的是什么呢 行之十年 十年之后 秦国道不时宜 道不时宜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路上 如果有人 宜就是丢失 如果有人丢失了东西 都没有人捡 为什么没人捡 因为不是我的 我不能要 那说 哇那秦国人的这个道德意识水平怎么这么高 还主要不是道德意识水平高 是我承担不起 拿了不属于我的东西的后果 秦国的法令非常的严格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事不是你的 你拿了 有法 直接就把你给办了 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 所以哪怕有人丢了 我不能拿 道不随 山无盗贼 没有人偷 没有人抢 民勇于攻战 窃于私斗 什么叫攻战 攻战就是对外的正式战斗 非常的勇敢 因为有讲 也有罚 窃于私斗 害怕私下里打 私下里边不能打架 咱们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 对吧 所以一旦约着自己在私下里打架 非常的害怕 不敢 为什么 国家有法令 出发很严格 相议打枝 整个的秦国 不管是从乡还是到城 都治理的非常的好 秦民出言令不变者 又来言令变 刚开始 秦国那帮数千人说 这个法令不方便 这个法令不好 十年之后 他们说 这个法令太好了 跑来说法令好 魏央曰 此皆乱法之民也 但是商鞅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很多人说 那商鞅是不是 把这些人表彰一下 你们真棒 你们都知道我的法令好了 不是 商鞅说 这就是 作乱的 乱法的这些人 这些人不够好 进千之与边 把他们全部赶到了边境地区 不让他们在这个中心城市里面住 那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目的 目的就是最后这一句 其后 民莫敢 议令 没有人敢 私下里去讨论 政策 对不对 好不好 因为商鞅讲到的是 这个政策的好坏 不是靠你讨论出来 是靠我们上层设计出来 设计好了 你跟着做 结果就是好了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是你跟他讲这么个事 他今天想三 明天想四 后天想五 再一天想六 对吧 整天叨叨叨 就觉得他想的是对的 这是商鞅觉得这个法令是没办法推行的 而且这帮人一边说一边会怎么样 会影响其他那些正常的执行法令的人 这个就叫乱法之命 你一开始说这个不好 现在又跑来说这个不错 这个可以 你们这些人不要你们命 但是你们给我离得远远的 你们自己到一边待着去 尽牵之与变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也表现出了商鞅的智慧 对吧 这是一个法令 一个制度 在一个国家的推行 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来拥护 来执行 有些人你听他整天讲 就感觉他说的 这也有道理 那也有道理 但其实他恰恰是那些乱法之命 好 那关于商鞅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